国产顶级斗犬,莱州红犬价格是多少呢? 今天咱们来看一只莱州红犬啊 据狗主人介绍,这只狗目前9个月大是一只小母犬 表现的还是非常温顺听话的 像这么大的狗并没有起信 看到陌生人的话还是非常开心的 狗主人它的报价是1000块钱 从品相来看,这只狗体型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啊 肩膏估计不超过60公分 但是是一只纯种的莱州红犬 这种狗起源于山东省90年代左右 才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猛犬 是当地的狗贩子 用德国大丹犬混血韩国杜杀犬 最后混血德国牧羊犬诞生的一种全新猛犬 性格方面,完全超越德国牧羊犬 战斗力是非常彪悍的 也是国产斗犬之一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漏犬所使用 价格是非常低廉的